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些东西前面假设会变更资料的话 那我当然要清掉 可是呢下一次要让他比如前面又更新的资料 要每期每个月啊每天的资料 update的话 那我如果要统计新的资料 那当然最好是一键按下去全部完成 所以一键按下去就ok了 那其实里面的话基本上程式 基本上总共产生这四篮的结果 那一键完成呢 这个地方我们前面那个黑名单筛选是用录制的 其实这一题不用录制 这一题的话基本上简单很多 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要第一名称 第二个的话呢其实也是丢公司 所以按下他 所以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VPA复杂的部分暂时不会没关系 但至少你要会用那个回圈 然后加上什么呢丢公司 其实这一边 这个按钮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回圈 加上四行程式 结果就做出来了 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就丢公司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那清楚也是一样 首先的话呢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做这个热透彩吧 其实你会按下去 里面其实就是把公司丢过来 其实就这样而已 那做法上面的话 一 一样是插入一个模组 二 插入一个热透彩的一个sub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 我们做哪些事情呢 基本上 我就是把什么呢 把那个for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从 a2向下追踪 next 然后呢丢到哪一栏呢 b栏 丢什么东西呢 就是丢刚刚那个公式 所以刚刚的公式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个公式里面东西 把它复制 取消一下 贴到哪里呢 直接贴到这边来 好那我刚刚讲过 贴过来 但是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 有没有 看一下 a2 a3 a4 这个要改 所以 一样的方法就是怎么样 把这个改成算以后两个 移到中间 and两个 移到中间 再加个i 这样的话 好 空白 这应该ok了 就完成了 后面都一样 所以我就不赘述了 四行 搞定 ok 所以以后的话 你要一键完成 报表的话 再怎么样 你先丢公式吧 只是说像前一题 黑名那些没讲 其实你也可以试试看 丢公式只是说 我们是丢到另外一个工作表 所以前面可能你要多一个 叫训词 拿一个工作表 点 它的那个 它的 它的储存格 所以写法比较复杂 如果暂时没讲 有信用也可以试试看 做法是一样的 可不可以丢 可以丢 你就是把丢过去的结果里面 再用那个逻辑判断 如果它那个出现的值为1 或大于等于1的话 那你就把它的前面那一栏的那个储存格 把它什么 抠到你指定的储存格位置 其实就ok了 写法我想想想看 我想也不难写 程式真的不多 如果用我讲的这种方式 真的可以让程式最小化 所以其实我一直强调 我写出来程式 就是几个特色 第一个程式越短越好 真的不要太多东西 反正这样就够了 ok 第二个的话 也很就是很直觉的 逻辑越简单越好 也就是以后你要自动化 就遵循这几个方法 反正很快就做完了 那你想说 那有没有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其实可以 还有更简单的话 其实这边公式 如果你要完全直接贴过来 一行一个字都不用改的话 我刚讲过你可以定义名称 像刚刚这边不是开奖101吗 开奖102 可是后面这边我没有定义名称 其实如果后面这个 如果也定义名称的话 也都直接贴上就好 但是你要怎么去定义名称 比如说这边叫号码 这个地方 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我不要用指向他 其实我可以给他定义一个名称 那定义名称怎么定义 首先的话 我就把这个号码 Ctrl-Shift向下 这个我后面再看 因为这个地方 每一个每一个都定义 其实最后都用名称就可以了 我们暂时先这样好了 以后我们还有别的例子 就是全部都用定义名称 所以一个字都不用改 也可以把VBA做出来 OK 第一个我们先清除 然后把它输出 这应该没问题 第二个话呢 我希望把这个排名 假设是前七名 因为我可能下课的时候经过图书上 我想知道哪个七的号码 可以拿来当参考 那问题我希望写一个程式 就是格式化 那这个格式化是 如果这一边的排名是小于等于7的话 帮我把这一边的颜底色好了 简单一点 底色前面有讲过吧 就是intro color 把它改成黄色的 OK 所以我这边的话 格式化 有没有发现 第七格式化 这边第二格式化 这边格式化 OK 那如果侵 以此类推 有没有 如果清除的话 就是按一下它 清除 清除实际上 就是把这边全部恢复就对了 我的写法 我刚刚讲过 一样跑个回圈 for I 等于第二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做什么呢 如果依然 逻辑判断 前面写过 如果这个是小于等于7的话 把它的A栏格式化 我的写法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云端上也有 for I 所以其实写法你可以拿什么 拿刚刚那个来复制贴过来 其实这一行跟上面的这一行 是一模一样的 有没有 然后呢 一复 哪一栏呢 如果它的一栏里面 是小于 等于7这个条件为处的时候 那我就做什么呢 把它的一样的列 有没有 同一样一列就是I列 的A栏 后面的intero color 把它改成黄色的 这个我前面有讲过 有没有 所以很很好用 所以特别之后 你想说程式会不会 不会 程式就是一个回圈 一个逻辑判断 再加一行 五行 完成了 那清除的话就是从头到尾跑 把它改成什么 没有底色就好了 这个前面都有讲过 如果你忘记的话 请各位就是回头再看 好像那个逻辑判断里面也有了 OK 好 那最后的话 这一个地方 后来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其实这样很麻烦 虽然说格式化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卷动 卷动再去看 感觉不方便 其实也是跟老板一样 现在老板都不希望你这样 他说你干嘛这样 你直接列一个清单给我就好了 对不对 你最好是在怎么样 旁边再加一个栏位 就把前期名帮我列出来就好了 不然我这样看不方便 你这样卷不OK 他就帮你退 对不对 可是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写出来 我就要按下它 自动把什么 二到 有没有 这边每一个每一个 全部都列到这边来 其实就是把它涂颜色的地方 列过来 按一个清除 所以这个程式如何写 其实这个程式 只要你前面那个程式会的话 这个程式是拿刚刚那个程式来改而已 但是会有一个地方可能是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一样 他这个逻辑很简单 for 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如果他的排名 这个地方 假如是小于等于7的话 那我刚刚是把他的A栏的资料 变成底色是黄的 但他是不是黄的 我现在想要把它复制到这边 所以其实就多一个功能 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F蓝的 从第二列开始 所以这边会有个问题 从第二列开始 如果你复制12之后 下一个21你变成什么 你不能一直放在第二列 你要变成第三列 第四列 一直类推 所以这边我会堆一个变数 叫K 不一定要叫K 我自己习惯叫K 那K预设值等于2 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东西复制到 他的F蓝的 K列了F蓝之后 然后呢 我再把K等于K加1 K加1之后 再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他就帮我列表了 你们可以试试看 所以只要格式化写得出来 你的前七名就写得出来 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试试看 画面先切换给各位一下 所以程式真的不多 你会发现我刚刚写来写去 顶多最多就五行 第一个是六行程式 一个回圈 加四个栏位 刚好就六行 所以真的也不多 就是这么 这些东西而已 然后再来就是格式化 就是一个回圈 一个逻辑判断 再加上底色变黄的 就是五行 这个也是前面都写过了 最后前七名 可能会多个两行吧 等于是多一个K而已 其他都一样 试试看 对